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一点一点延伸上去 因为它那个小坦克塑料还是蛮多的 我们这个坦克其实也可以上去跟它硬破硬 但是呢 我们主要还是要把这个坦克保留下来 因为左边的那个左上角橙色 那个小地图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那个坦克直接冲下去 那个左下的蛋蛋色马上就顶不住了 我们先翻一下这个红色呀 它这个直升机没什么太大危险 你看我们这个多个人对吧 手一下就行了 而且我们提前造了一些工程师 手在这里哈 这个直升机的一旦多了 其实还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前提的还是要减点三星啊 你看这个左下角对吧 这个蛋蛋是躲得住了 这个橙色呢我感觉相当厉害 这一局真的是可以说是其风退出 现在我们防空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肯定快一点的把这个红色带走 不然呢我们一直这样耗下去 这个橙色一旦把那个蛋蛋色带走之后 它就有这个时间对吧 不停的解箱子哈 现在我们坦克就准备跟这个红色应不应好 你看这个红色它的坦克数量 其实我感觉比我还多啊 我们这里是有些小飞熊 加上一些肥坦克 好大炮一放 这个连环放了 它那个小坦克根本是扛不住啊 这回呢那个左下角已经被带走了 你看这个红色 它这回呢它的坦克直接呢 它不给我硬碰硬 它想的直接杀到这个右边去啊 估计是想冲我的基地什么的啊 但是我们的路口大炮比较多啊 加上我们的坦克一回防啊 瞬间看没有 它那个小飞熊一下就没了 这个豹子哥哥确实有点肉啊 好把红色的坦克一吃 然后我们的坦克一冲上去 这个红色是不是马上就没了啊 带走这个红色的下面就是跟这个橙色单挑啊 这个橙色的坦克那是相当多啊 好我们坦克先上去压掉这些小兵 这个红色最后呢还想整一下我啊 它这几个子弟太少了 还想打我基地 还没靠近呢就被那个防空空给整掉啊 加上多个呢一回发就可以了 我们干脆把这个红色阵弓啊 全开了干掉啊 好把这个红色彻底的带走了 接下来就是跟这个橙色单挑 注意看啊 这个橙色的坦克非常多啊 而且它那个重弓啊也是比较多 目前呢我们只有三个重弓 手上的经济的还有一万多 你看这个橙色 这么多坦克 啊那个重弓好像有个七八九十个啊 它现在的坦克呢直接想过来冲我 我们现在必须要防一下啊 先来看看它这波冲击效果怎么样 这个小岛位置呢 毕竟我们是岛王对吧 这个路口呢比较窄啊 一手难攻 它这个坦克一冲我们这个大头 加上我们也有坦克 稍微的顶一下 你看它这个坦克是不是太多了 它这个架势估计是想过去的 晃掉我那个法国基地啊 不过它这个坦克可能没有 后方被我们那个建造的挡住了 它后面的坦克在拆我的 这些大炮啊电厂什么的 前方的坦克已经被我们消耗了 你看我们这个大炮疯狂的缩缩 它最后这几个坦克还想过来打掉我基地 显然呢这肯定是打不掉 好崩掉它最后一个坦克 哎呀这个基地差那么一点点啊 这一波我们是不是要守住了 守住之后呢 目前手上看没有手上一块钱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层次啊 这个家伙的家里面重工那是相当多啊 我们这回呢必须赶快的解解箱子 这里我们稍微的快放一点点啊 因为都是解箱子环节 你看这个层次啊 它现在这个坦克又有很多的 我们由于前期这个路口 这些建筑啊已经被它冲掉了 所以说必须赶快 在这个路口用这个建筑挡住啊 这个路口呢如果你不用这个建筑挡住 它这个坦克一冲了 我们这个基地呢就没了 你看没有 它这个坦克已经过来了 因为它那个重工比较多 照坦克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感觉我这个基地应该是守不住了 你看它这个坦克一冲 我这个路口呢还没有是吧 时间去摆建筑 一下子就被它撑进了 这边这个基地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好这个基地说心里话呢 其实丢的问题倒是不大 反正呢我们还有个输军基地啊 大不了接下来我们就准备以暴制暴 既然对方要不停的造肥坦克 我们也造 只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是烈士 因为它那个重工比较多 我们目前呢就两个重工 这里呢我们再次稍微的快放一点点哈 因为又进入了这个愉快的解箱子房间 我们呢虽然重工少 但是我们有这个大炮哈 依靠这个大炮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防守下 然后呢到处的不停的解箱子 这会呢像这个冰天风战 打到一位一单的话 主要就是看谁这个手术对吧 你这个手术块解箱子多一点 钱多一点 这样子这个坦克必然就多哈 家里面我们就用坦克剪箱子 尽量呢把这个坦克剪成这个属性 外面我们用那个奶妈车啊加上蜘蛛啊 两个奶妈车呢 经常有些朋友会说 你去搞偷袭嘛 去偷他那个箭头 其实像这种高手队长 你这个小动作呢 也占不到什么太大便宜 而且我看了一下 他这个路口呢都有一些防备啊 去偷呢会浪费我们的操作 你说打上一些什么东西吧 我感觉呢也占不到什么太大便宜啊 你看 有蜘蛛啊 那七八糟这个东西啊 我们呢干脆 还不如的到处的解解箱子 现在我们的坦克数呢 已经有一些了 对方那个坦克的显然比我多 所以这回来我们肯定呢 要把这个中国啊 多造几个啊 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计划呢 我们的策略啊 就是要跟他硬不硬啊 那可能有些朋友 看到这里就想 那是不是我接下来 就是看你们这里不停的解箱子 然后坦克打架呢 确实没错 你的想法确实是这样子 当时呢 有这么一句话 对吧 叫做这个计划呢 赶不上变化 现在其实我的坦克已经蛮多了 我就准备深冬机器啊 拿这个坦克的不停的绕啊绕 这里绕一下 那里绕一下 当你把对方绕晕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举拿下啊 现在我感觉我的坦克还是有点少 因为当时呢 我们想绕到那个左边去了 想整掉他那个基地 你看他的坦克也是瞬间回床 而且我看了一下 对方这个坦克 师傅好像有点多啊 看到没有 他这个坦克明显比我多啊 因为他那个重弓一直比我多啊 现在我们只能战术性的后退 你不能一波一啊 这一波一波一 你主力部队一旦丢了之后 他拿这个坦克硬冲我 把我这个地盘一插呀 我感觉就不了解了 看没有 他那个坦克好像是有点多啊 我们先把后方的坦克集合一下 很明显他的坦克比我多啊 我们继续往后退啊 这个后面有大炮 先不防 我们已经提前把基地跑路了啊 这个基地只要在 这些重弓被他换掉了也无所谓啊 面对我们这个大炮阵的话呢 他目前这个坦克也肯定也不敢过来啊 你看他只能往后退啊 现在呢 这个转折点就来了 本身我们的策略就是不停的造坦克 跟他硬碰硬 这是属于我们第一个策略 但是想了想了不行 我们必须要实行逼方案了 这个逼方案是什么呢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建造的 中国这里 准备了造这个恐怖的蜘蛛巾 蜘蛛巾啊 一单挑的就是这个蜘蛛啊 加上这个坦克的结合 因为我们有盟军的重工啊 有那个奶妈车回修啊 而对方呢 全是输军的重工 这样子我们待会呢 拿这个蜘蛛去上他 他说是就会头皮发麻呀 现在我们的坦克已经来到了 那个右上角 看看能不能从右边的杀过去啊 两个奶妈车看见哦 悄悄的来到他的家中 可以静悄悄的把他的蜘蛛给他吃掉 来嘛老爹 来嘛 就等他过来啊 然后呢 坦克准备冲过去 但是呢 对方这个坦克也是瞬间的回防 所以要打到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对方这个意思啊 也是反应的相当快啊 他这个坦克一回防呢 我们就只能 炸蜘蛛巾后退 目前呢 我们的蜘蛛在家里面啊 还没有动啊 我们就等他 等他过来 只要他一追 待会我们蜘蛛 就重座 给他拦截 看到没有 他那个坦克想过来啊 现在我们这个蜘蛛 还有点少的 他看来看 看到我家里面有大炮 尤其啊 下方的有些蜘蛛 已经来袭啊 他瞬间呢 又跑了 他这个坦克 你看 缤纷几度的呀 右上角的 挺的 不坦克 他估计是想压缩 右上的地盘 不让我解箱子 但是我们的 恐怖的蜘蛛 已经上去了 其实我那个蜘蛛 也不是很多 就这么一点点 他的坦克太多了 但是这个蜘蛛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恐怖机器人 有多恐怖啊 对方很多坦克 他都只得后退啊 现在他的坦克 又跑到那个左边 估计的是想 从那个左下角 过来进攻 因为左下角 跑到那个右下的 路况是比较空快一点 进攻呢 比较好一点 你看他的坦克浩浩荡荡 面对他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是吧 继续的出之座去肥防哈 只要他的坦克进攻 我们就拦截 你看他那个坦克 好多啊 这个左下一坨 然后呢 左上一坨 我们中间就了一点点 我感觉我这个坦克数量 好像连他那三分之一都不到 四分之一啊 我估计哈 这个坦克不能跟他一模一样 准备从这个左边绕过去啊 看看他会不会肥防 只要他不肥防 我们就从左上杀过去 他这个坦克也是全部肥防了 面对他这种操作的话 你看我们坦克肯定继续绕 然后呢 蜘蛛上到他左下的坦克 他这个坦克一旦背上呢 他不打了 就会一个传两 对吧 两个传四 好 好我们继续拦截 然后呢 把他下方这个建筑给他拆掉 你看我们蜘蛛是不是上了 上方之后 他那个坦克一打不打 一打就得浪费操作 他一打的话呢 操作浪费了 就没那个时间去捡箱子 然后我们呢就可以 用快来捡捡箱子 而且这个蜘蛛的 在外面乱窗 也可以捡到箱子 他这网友也跑得快 注意看 他那个左下角是不是 有坦克停在那里不动啊 因为他在操作那个左上 他必须要打掉那个坦克 他这个坦克一停呢 我们这个蜘蛛可能 吃了就要继续一上 然后呢 左下角呢 左上角 那个坦克呢 又在那里继续的逛 逛了他手忙脚了 然后呢 他好像呢 也准备要造这个蜘蛛 毕竟像这个苏君 一为一对战呢 你要是 一直造这个坦克 那肯定吃灰 我们现在已经绕上来了 然后呢 他想回房 我们再拿蜘蛛 你看 中间一拦截 他现在也造了一些蜘蛛啊 我们就往后退就可以了 然后家里面呢 我们就继续造蜘蛛 反正他现在这个坦克 被我们蜘蛛也是消耗了很多 我们接下来只要 继续的拿这个蜘蛛去消耗他 他总会被我们绕晕啊 有些时候像这种单挑啊 更多的就是一个心态 其实这个陈射呢 我感觉也是非常非常厉害 手速的也比较快 但是面对我这个蜘蛛呢 目前他好像已经有那么一点点弄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力度呢 还是不够大啊 所以呢 我们准备继续造 但是这部坦克 在绕的时候 好像呢 留一点的把自己的绕进去了 没关系 我们的坦克兵分两三路 你看 他追我右边的坦克 我们瞬间啊 在下方分了一部坦克呢 就准备抽他的脑架 但是他这个反应也是比较快啊 瞬间呢 也是兵分两路回防 好 他右边的坦克 师傅好像想要进攻 他这个进攻 有没有什么态度 已经没有基地了 这个没基地呢 这要打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他这个坦克是比较多啊 肯定是减不到基地 我们只需要拿这个蜘蛛呢 加上的坦克绕啊绕 然后蜘蛛上啊上 上到他投影木炫的时候 我们再用这两个小车子拐进去啊 先就是把那个电厂扔掉 一般呢 我们就比较喜欢先打电厂 因为打到电厂 即使他有一百个重工啊 照坦克速度 因为没电力嘛 也是比较慢 目前呢 他好像那个电力还是可以的 好 现在这个城市 师傅好像有点受不了了 小王把我的坦克呢 给吃掉了 但是我们的坦克 根本瞬间绕上去了 而且他后方又有蜘蛛 你看 打到这里 如果矿作是在座的各位 会不会投影木炫啊 会不会投皮方马 你看 我们这个坦克直接冲进去 我们擒贼啊 先擒电 先打到电厂 这个电厂一直 他好像 就下面一个电厂了 还有两个 两个问题不大 我们这个坦克再拐进去 好 这里有个奶爸车 这个坦克不要了 看能不能干掉这个电厂 然后小车子 把这个电厂 直接给他干掉 这个电厂一直 哎呦 他这个电厂没干掉 他现在就这一个电了 他目前来已经没电了 他这个没电的状态 他呢 照坦克的速度 那是相当难吗 这个城市呢 我感觉打的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在对付这个蜘蛛 这个招数的情况之下呢 好像经验呢 越选不足啊 他就应该啊 多造点 那个最便宜的兵种 是吧 那个大一个 用那个大一个啊 守在这个路口啊 现在其实他有病人 他可以照啊 不过他这个架势 呼吸的 也是没缓过来 毕竟这个蜘蛛啊 比较恐怖 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把对方的坦克 已经啊 消耗的差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 去准备造坦克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蜘蛛啊 待会这个坦克数量 差不多 再配合这个蜘蛛啊 一波呢 就可以把正常带走了啊 现在我们的坦克 已经来到对方 这个区域啊 他这个坦克 要是没回房呢 我们就杀过去 把他都中过了 给他换掉了 现在他呢 已经过去回房 你看我们继续绕啊绕 就是那不停的绕 绕着绕着呢 然后呢 我们这个恐怖的蜘蛛剑啊 瞬间啊 从这个中间 拦药的给他掐断哈 这会成色 分了一些坦克 估计的是想过来啊 冲我 因为他要是再不冲了 他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关键是你看 他根本都没办法靠近我 我们已经有蜘蛛啊 在这个中间拦截他了哈 好 他在右边啊 分了一些坦克 拆我的建筑 那些建筑没关系啊 反正呢 我们有基地 只要基地在就可以了 而且你看 这个大炮 是不是 把他坦克也可以消耗啊 我们这部坦克呢 就准备 顺势从这个 左上角绕上去啊 他这个家里面 坦克已经不多了 好 我们直接管到上面 把他那个重弦 给他拆掉就行了 然后呢 左桌 我们那个蜘蛛 直接一上 你看 他那个坦克 又被我们蜘蛛消耗了 基本上 这部坦克过去呢 就可以 把他带走了啊 左上角你看 他的坦克呢 都打不过 主要是被我们 那个蜘蛛上了 他现在估计是卡钱了 把这个建筑都卖掉了 好 两个奶妈车 下车准备 把他家里面 那个重弦 给他摸掉 好 把他电厂一站 然后两个奶妈车 加上坦克 疯狂的拆建筑 把他这里 沉测 直接受不了 你的盒饭消耗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的朋友们 我们的一个赞加关注吧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